好 今天风调雨顺 太巴郎建筍开始量产上架 国防地区农会之前进行了建筍餐宴订桌预购的同时 在立委的布昆其协助之下 12号是辉军北上立法院举办建筍产销的记者会 不仅仅限考建筍 还请餐厅大厨现场示范指导立委诸公们简单料理建筍 让产地建筍在大都会中飘香 部落青年轻快活泼的舞蹈 产地新鲜子送的建筍现烤现吃 这是光丰地区农会在立法院所举办的 太巴郎建筍行销记者会的现场 让部落现地的建筍美味原汁原味的呈现 让立院里里外外处处飘香引人前来尝鲜 光复乡太巴郎建筍今年春雨阳光族雨水多 现在已经开始破土出产 光丰农会为了行销推广部落建筍农特产品 在立委夫昆其的协助下 今天辉军北上立法院举行建筍参销记者会 并邀请餐厅大厨现场示范指导立委诸公们 简单料理卷损 我们看到这么多平常这么忙碌 为国为民打拼的立法委员 今天一起在这里做现场 大家的手艺都不错 而且把我们的卷损都能够把它的原汁原味的美味 都能够把它散发出来 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再次告诉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花莲的建筍即胎罗 只有这一个多月 限量限定美食 欢迎大家紧速的来分享 建筍是太巴朗部落每年3到4月 最主要的当季时令农产 为了行销在地农特产品 光丰农会目前也正进行建筍饗宴 定桌预购作业 桌数有限额满为止 另外也将会从3月17号开始 在台九旋旁的马滩跳舞广场 开设建筍市集 每天都会有从产地新鲜直送的建筍 现拨现烤现煮现吃 让消费者吃得到这当季的美味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